除了这名台中的七岁男童的死亡被质疑和心流感疫苗有关 台北也有一名五岁女童疑似因为施打H1N1疫苗之后 出现了颜面神经麻痹的现象 不过疾管局说呼吁接种疫苗的政策不会改变 幼童施打心流感疫苗出现严重副作用又添一粒 台北一名五岁女童在施打H1N1疫苗之后出现颜面神经麻痹 目前仍在台大医院治疗 另一位接获陈勤表示家长希望疾管局出面 小学打以后造成颜面神经麻痹 结果疾管局刻意在演示这个消息 的确在这整个H1N1的接种当中 的确是有部分的人 他打完了之后觉得有一些的 就是说麻痹不管是颜面麻痹或手体觉得比较没有力量这样情形 但是这种情形大部分都在短时间之内就恢复了 目前国内有480万人次也就是两成的人施打了H1N1疫苗 出现331件不良反应 其中64件情况严重 有5件是属于流产死胎或早产 有2件死亡案例都是慢性病的中老年人 尽管如此卫生署呼吁全民接种的政策没有改变 好了